首先依然还是要准备一张长方形的纸 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平行对折 两边都对折以后我们做一个折叠 做完以后我们展开我们再向上 把这个纸向上对折 那么一样还是让它两边都对折以后 我们再做一个 折叠完以后我们把它展开 我们把上面这部分 那么也是取他们的这个一半 我们再做一个 再说折叠完了以后 这里有一个那么交叉点 我们需要把这一边 连着这个交叉点也就是它这个终点 那么下面这条线 跟这个底线要重叠在一条线上 我们进行做一个折叠 这期以后 我们再做一个折叠 那么反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反面也折叠一下 折叠的时候一定要对好下面的这个线 这样我们折起来才是对称的 这是我们展开 展开以后把这两边那么这两边向你压 向你过那么上面让它顺势顺势压下来 然后两边对称 然后我们这里做一下整理 我们压下来以后让它两边对称 那么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把这一边这个小的这个叶折过来 另一边大的叶向相反的方向折叠 我们把它压过去 这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大的部分 给它折叠 折叠的时候不是取它的二分之一了 而是要把这个尾部的地方流出一个 这个空于一部分的空隙 那么就是说间隔 然后我们折叠的时候 这一边要对齐正好在这个焦点上 然后折叠的时候 这个尾部的部分要流出一部分的这个平角部分 做好以后 那么这样做一个 那么反面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跟它对称 对称这点 我们刚开始先不要实压 那么完全对称以后 对齐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实压 这样两边才是对称的 这是我们把它翻过来 然后这个平这个斜线的位置 我们要取它的大概也就三分之一的位置 那么取三分的话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从这一部分三分之一处往下折叠 折叠的时候 那么尾部是在这个尾部的这个焦点 那么这个地方是取三分之一处 然后我们向下 向下折叠的时候 尾部要在它这个焦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板面也是一样 把它对上以后 我们进行一个这边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这边 这个时候折叠完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部分 再向上折叠 那么走的时候 就是走对齐底下这个中线 我们要做一个平行的走 对齐后那么反面也是一样 这时候我们把它翻过去 翻过去我们要把这一部分 那么还是要向你折一部分 那么对齐这个线 也要取它的一半 然后翻过来 另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对齐后做一个低寸的这个质点 我们在这里做一下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线 把这个飞机的车把折上去 我们现在来折这一部分的这个小的这部分 这一部分折叠的时候 那么这个这个线要和这个斜角是对齐的 然后对齐后我们进行一个折叠 然后上面的这个边 然后上面的这个边 这个边往下涡折 向下涡折的时候 要跟上面的这个线是平行的 那么也是平行的 然后我们再向下涡折 然后我们再向下把这一部分 这部分还要进行一下握折 在握的时候要和中线 那么它们的这个中线是对齐的 对齐后 往下涡折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相反方向给它压过来 涮折过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多余的部分 要放在这个里边 压到这个里边 然后我们对齐以后 我们把它 可以压过来 然后同样另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要充一个 对齐 然后上面是平平行了 那么跟上面也是平齐的 我们再注意平齐的对着 抓完以后 我们下面的这部分 那么中间这部分 我们要和中线对齐 中线对齐以后 你的这线折叠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 液 相反方向的压回去 然后同时一压 这部分要把它窝到这个 这个飞机翅膀的 这个下面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对齐以后 把它的翅膀折过来 这时候我们这个飞机 头部的部分 就已经折叠出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飞机的 这个翅膀的部分 也折叠出来 那么飞机翅膀这部分 我们先把它弄下来 我们折到这里以后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飞机的这个翅膀 那么向上翻折 翻折的时候 那么要以这条线为这个平平线 不是以上平平线 我们进行一个 翻折 翻折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翅膀的三分之一处吧 然后我们向上翻折 然后要跟这个线是平行的 那么进行一下 这一点 然后 这里边 那么这个角度 也是一样 然后 这个尾部的部分 尾部的部分 以这个交叉点 那么他们这个交点为主 从这里折 那么前面以这个 这个交叉点为主 我们这样折下来 然后我们再折上去 折上去的时候 以这个底下这个线为主 那么是让它平衡的 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先 做一个对称的 这个对折 那么跟另一边是一样 对齐以后 那么飞机的这个尾部的部分 我们要注意 那么这个交叉点在这 前面要以它这个 边面的交叉点为主 都对齐以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食压 然后再把这部分 小的这部尺碗 再折上去 折上去的时候 再对齐底下 这个底下的这个线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飞机 那么整理一下 然后把它这个向外 就压一下 那么直到这里以后 我们那么这架飞机 就已经整好了 把它大概整理一下 那么整个